OK 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呢? 在介绍今天要欣赏的音乐之前 你可以先想想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呢? 你有养猫、养狗还是养什么样子很特别的宠物吗? 那我们的音乐家他们当然也有养宠物的经验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曲子 就是一个音乐家为着他的爱人的宠物而写的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 你来猜猜看他的宠物啊 是什么宠物呢? 好 我想听到这里啊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如果啊我们从音乐的特性啊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速度应该是快的还是慢的 没有错 他的速度啊算是偏快哦 所以啊一些比较慢的宠物 他可能就不是我们的主角了 那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有一个 一直在转圈圈 一直在转圈圈呢 所以啊代表这一个宠物啊 他应该也是蛮活泼的 那他很喜欢一直做绕圈圈的动作 你有猜到我们的主角是谁了吗? 没有错 我们的主角啊就是可爱的小狗 那这个曲子呢 他的名字啊就叫做小狗圆舞曲 小狗圆舞曲 那我相信啊有一些人啊也曾经听过这个曲子哦 那这个曲子啊他的原文啊很有趣 就是叫做狗儿圆舞曲 很有趣吧 那他又有另外一个称号 另外一个称号呢就叫做minute world 为什么要叫做minute 其实啊这个跟我们一分钟的那个字很像 对不对 所以啊他其实他有一个短小的意思 那也不见得就是他是一分钟的华尔茲 只是要形容啊这个曲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哦 好 那这个曲子呢小狗圆舞曲 他是哪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呢? 这个作曲家啊他的名字叫做 肖邦 肖邦 好 肖邦啊他是一个比较我们少讲到的国家哦 肖邦啊他是波兰籍的作曲家 波兰籍的作曲家 那肖邦呢 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称号 这个称号啊 就跟他的小狗圆舞曲的配器很有关哦 我们先来听一下 你仔细听听看他是什么配器哦 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 哇他的配器啊其实都是钢琴 是的 这个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钢琴曲子 非常的单纯 由钢琴来做演奏 那我们刚刚讲嘛 肖邦他其实有另外一个称号 因为啊肖邦他本身啊 做了非常多的作品都是用钢琴来做的 所以啊肖邦又有另外一个称号 叫做钢琴诗人 钢琴诗人就是我们的肖邦 那肖邦啊他出生的年代啊 是在1810年到1849年 你有发现他其实这一生活得非常的短 对不对 非常的可惜 肖邦啊在3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算是一个不太长寿的作曲家哟 好那接下来啊 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啊 再回到乐曲本身哦 刚刚啊如果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一段啊 我们把他叫做A段的话 那接下来呢 你再继续听听看哦 B段的旋律是什么 跟A段的感觉呢 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 但没有错 他又非常快的回到了A段 那他最后呢就会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所以啊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小狗原舞曲 他又有另外一个叫做短小的原舞曲呢 因为啊他整个总长啊 其实差不多一分多钟 也有一些人会把他叫做一分钟原舞曲 一分钟原舞曲 也就是说啊他的旋律啊真的非常的短 其实也跟小狗的个性很像对不对 很可爱很活泼 然后追着玩然后玩一下就会想要再去玩别的东西 好那我们刚刚一直说这个是小狗 那这一只狗啊他其实也有他的故事哦 这一只狗的主人啊他的名字叫做乔治桑 乔治桑 那乔治桑呢是谁啊 没错他就是我们肖邦的爱人 那小邦啊因为他生病的时候啊就跟乔治桑住在比较偏乡的地方 住在一个郊区来养身体 那乔治桑呢有一只很可爱的狗 小邦啊每天就看着那只狗追着他自己的尾巴跑 然后呢就开始每天就追着他的尾巴在那边玩 那小邦就觉得哇实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啊就把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况啊 把他用音乐来计数下来 就像是一只狗一直绕着自己的尾巴打转哦 不过啊比较可惜的是 他后来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啊 其实他已经跟我们的乔治桑夫人是已经分手了 其实啊这也是一个属于回忆过去恋情的一个曲子哦 这个圆舞曲啊它是几拍子的呢 没有错一样是三拍子的圆舞曲对不对 但是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一个圆舞曲之父 还有圆舞曲之王就是史特劳斯家族 他们家的圆舞曲啊是拿来跳舞用的 因为文也纳人很喜欢跳舞 但是小狗圆舞曲啊他不能拿来跳舞 因为啊就像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虽然他也是三拍子的感受 但是因为他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他不是拿来跳舞的 他是拿来做欣赏用的哦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小狗圆舞曲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